来看到的是桃源市新登教养院经营的欢喜二手屋 受到疫情影响被迫歇业 但是呢今年疫情趋缓 欢喜二手屋再次开张了 营收益助新登教养院的营运 也提供院生职业适应的机会 新登的孩子们细心擦拭与摆设每样商品 因为疫情关了好一阵子的欢喜二手屋 今天重新开张 做作在新屋的欢喜二手屋 在民国99年创立 店内除了提供各界善心人士捐赠物品 每日店长也由新登教养院的孩子们担任 为顾客们服务 平常的话会安排两位 因为我们的空间不是太大 那注点让他们学习服务 大概会安排两位 如果说要做一些环境整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搭配到三位四位这个人数 有民众听到欢喜二手屋 重新开张的消息 特地开车前来挑选商品 支持欢喜二手屋 疫情都没有办法运营 但是小朋友对这种二手屋的心力永远都不会减少 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很激励在推崇这项活动 欢喜二手屋 营业时间为每周一、二、四、六 早上八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半 有空的民众不妨亲自到现场看看 除了能在店里挖到宝 还能够帮助新登教养院做善心 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